当这个发生时,一切都会改变。 你是否曾在圣经中遇到一段让你停下来思考的经文呢? 你问这是真实的吗? 当然,圣经是真实的,所有的经文都是无误的。 话虽这么说,在这里,我要探索上帝在启示录中描述的七个号角的审判。 这七个号角的审判将发生在大灾难时期,在教会被提之后。 第一只号角代表世界的毁坏。 第一位天使吹号,根据圣经记载,冰雹和雨血混合的火头向地球,导致植被核核树的破坏,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树木被焚烧。 所有的草都被消灭。 第二只号角针对海中的活物而来。 第二位天使吹号,一个巨大燃烧的山投入海中,导致海洋生物的三分之一死亡,船只被摧毁,海洋的三分之一变成血,船只的三分之一沉没。 第三只号角破坏供应生命的重水。 第三位天使吹号,将看到一颗巨大的星从天上坠落,污染了河流和泉水的三分之一,导致许多人死亡。 这颗星被命名为艾草。 第四只号角击打天空,影响日月星宿。 第四位天使吹号,地球上的太阳,月亮和星星的三分之一被击中,导致白天和黑夜的三分之一变暗。 在第一只号角到第四只号角之中,人类仰赖而生的天空、土地和海洋全都遭到毁坏。 四个号角响起后,根据约翰的记载,此时出现了短暂的停顿。 他看见一个飞在空中的大鹰,高声的呼喊,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,你们住在地上的民获哉。 获哉,获哉。 第五、六和第七号筒,被称为三大灾祸。 世界的情况随着剩下三只号角的吹响,遇险混乱。 第五只号角让世界陷入无底坑的黑暗。 第五位天使吹号,根据圣经记载,一个无底洞被打开,恶魔蝗虫释放出来,折磨那些没有神的印记在额上的人。 第六只号角杀死世上三分之一的人类。 第六位天使吹号,将引入四个邪恶的雇佣兵,四个天使被释放出来,用两亿骑兵的军队杀死世人的三分之一,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死亡。 第七只也是最后一只号角,吹响上帝得胜的国度。 号角宣告了上帝的国度到来和各国的审判。 根据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,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,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,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宝。 现在,我们要关注的是启示录第九章和第五号角。 根据这段经文,一颗星从天上坠落,并打开了一个无底洞,释放出一团巨大的烟雾,遮住了太阳,污染了空气。 想象一下,某一天醒来时发现阳光和空气,因从无底洞中冒出的烟雾而变暗。 想象一下混乱的场景,太阳几乎看不见,一切都笼罩在昏暗中,人们意识到,这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天气现象,而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。 我想每个人都会问,无底洞里面有什么呢? 答案是,将有恶魔蝗虫释放在地球上。 圣经对这些蝗虫的描述几乎超现实,启示录九章七至九节这么形容,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,头上戴得好像金冠绵,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,头发像女人的头发,牙齿像狮子的牙齿,胸前有甲,好像铁甲。 他们翅膀的声音,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。 这是一个可怕的形象,会让见到他的人心生恐惧。 那么,为什么告诉你所有这些呢? 因为你有一个选择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说,你们要实时警醒,常常祈求,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,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 圣经告诉我们,要时刻保持警醒,当主为他的教会而回来时,当他回来,接纳那些为他忠心的人时,这一切将在眨眼间发生。 你是否警觉?你是否时刻保持警醒?你是否真正跟随基督? 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出选择。 作为上帝的儿女,我们没有必要对未来感到恐惧。 圣经告诉我们,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,神说,在末后的日子,我要将我的灵交罐凡有血气的。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,你们的少年人要借异想,老年人要做异梦。 亲爱的朋友们,我们有一个有福的盼望。 耶稣基督,我们的主的再来,就是我们的有福的盼望。 所以,不要灰心,不要气馁,不要对这个世界的事情感到沮丧,而是将你的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。 根据动物学家和野生动物生物学家的研究,他们在研究狼的行为和特征时发现,狼是机会主义的捕食者,他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进食。 他们还发现,狼经向于袭击虚弱、生病或幼弱的绵羊,因为它们更容易被捕获和杀死。 最后,狼在有绵羊的地方,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,因为被狼杀死的绵羊不能出售为肉或羊毛。 所以,有三件事需要注意狼是机会主义的捕食者,狼袭击脆弱的对象,狼会带来损失。 现在有趣的是,在《马太福音》七章十五节中,我们被警告要小心假先知,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,外面披着羊皮,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 换句话说,作为上帝的儿女,我们被告诫要警惕那些外表善良正直,实际上却是骗子的假先知。 这些假先知,显然具有三个特征,他们是机会主义的捕食者,正在寻找愿意倾听他们,或在他们桌上给他们提供资源的基督徒。 请记住,圣经上说,不要给魔鬼留下机会。 这是因为,魔鬼和在他的影响下的所有人,都是机会主义的捕食者,他们只等待稍微有机会,就会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中,制造混乱。 其次,假先知会攻击脆弱的人,这是指那些因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而感到疲惫和虚弱的人,他们针对那些感到沮丧或快要放弃的人。 这就像魔鬼在耶稣进食四十昼夜后,诱惑他一样,在耶稣身体最虚弱的时候,魔鬼诱惑了耶稣。 在看约伯,当他失去一切,包括家人和财富时,就在你以为对他来说,再也没有更糟糕的事情时, 魔鬼最终侵袭了他的健康,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疮痛。 当这一切发生时,约伯的妻子做了一件可比的事,他告诉约伯咒诅上帝并放弃。 他成为了一个魔鬼的工具,试图剥夺约伯的信心。 但约伯坚持忠诚于上帝,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他身上,但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公义和主权。 最后,假先知会给基督徒带来损失。 他们会引诱人们远离真理和正确的教导,带来混乱、痛苦和损失。 他们会利用人们的弱点和需求,以获得权力、财富和控制。 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保持警觉,以避免被假先知的欺骗。 我们需要在圣经的教导下寻找真理,寻求圣灵的指引,并与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建立良好的团聚。 我们也需要时刻记住,我们的战斗不是与肉体和血气的人征战,而是与那些居住在灵界的邪恶势力征战。 所以,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,依靠上帝的力量,并在他的真理和公义中站立不移。